今天,超级计算机是计算机世界内速度最快,功能最强,容量最大的一类。 这种由多台计算机并行组成的计算机系统,正在满足航空航天、核试验、生物工程、汽车等等大型工业和实际研究的需要, 也服务于天气预报,甚至自然灾害预测的预算。 比尔·盖茨在2005年曾预言,在其后的十年内,人人都能使用上廉价的超级计算机。 他的观点已经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可。 如果把全世界的个人的CPU都连在一块形成一个网络, 每个人的计算机的N算数多,就会非常地快,这就是超级计算机。 那么有的超级计算机,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很大改变。 但是如果量子计算机做出来了, 那么一台中小型的量子计算机, 它的功能就会远远大于所有的叶盖茨, 所有说的这种超级计算机的情况。 这里是郭光灿提到的功能远大于超级计算机的量子计算机研发基地。 这些人相信,自己正在为新的计算机时代做着准备。 一台量子计算机,假设它存储器有250个, 这250个还是一个小的量子计算机。 那么它相当于多少个单个的计算机的并行呢? 相当于这么多数目, 就比现在宇宙当中的原子数目还要多的那些计算机并行起来, 它的功能才可以跟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来拼命。 有的量子计算机, 它就有助于生物学家把低温的结构、性能全部搞成, 甚至比低温的更深层次的一些结构分子、生物分子都会搞清楚。 那么这样对很多疾病, 我们就可以了解更清楚, 也可以制造更好,更适合人类生存的这种治疗的药物, 所以人类寿命肯定会因死,会生长。 甚至人类大脑都可以研究得更清楚。 有了这样一种快速的运算手段, 人们就可以把高温超导的机理搞清楚。 超导体就可以用到很多很多领域里去, 比如说快速的火车, 那火车就非常快, 我们合飞到北京就不需要几个小时, 大概一个小时,半个小时可能就到了。 最重要的, 我认为到那时候, 可能能力增加了一个新的技术, 这个技术叫量子技术。 四天以后, 到了量子时代了, 除了量子计算机, 量子技术还会带来我们很多很多新的功能, 那么这些功能会改变我们时代。 未来的计算机时代和我们今天的距离, 也许正如中国古老的计算工计算盘和电子计算机之间, 横根的时空差距一样。 电子计算机曾用它奇特的运算模式征服和改变的时机, 我们同样相信这个世界还将出现另一种全新的征服和改变。